大家好 巴达岭长城景区内有中国铁道博物馆下属的詹天佑纪念馆 您可乘坐免费的巴达岭长城景区百度车在步行街下 下车往回走一点对面就是詹天佑纪念馆 也可乘坐黄土电S2线铁路到巴达岭站 出站后往左走 沿公路往坡上走 大概200米马路左边就是詹天佑纪念馆 詹天佑纪念馆开放时间是每周一闭馆 周二到周日早9点到下午4点半 纪念馆必须预约 我是现场扫码现约 游客非常少很好约 约好上楼到纪念馆入口前台买票 成年人20元 残疾人 现役军人 全日制本科以下学生平有效证监半价 身高1.2米以下儿童 65岁以上人士凭老年卡或身份证免票 纪念馆准备有免费的轮椅 纪念馆一层最先展示的是詹天佑的求学生涯 他祖籍江西物园 曾祖父在广州做茶叶生意 后被选为留美幼童 很小就送到耶鲁读书 一直到大学毕业回国 回国后开始了报国时期 回国初期受当时环境影响 他并没能搞铁路 而是在广东博文馆工作 直到7年后1888年才进入天津中国铁路公司任工程师 后任新翼铁路总工程师 1905年后开始主持修建金章铁路 也就是后来知名的青龙桥火车站的人自行铁路 就连现在的电力火车动力也很难直接爬上33%的坡度 如今S2线火车还是延续着在青龙桥火车站用双火车头的方式翻越巴达岭 纪念馆展出了很多当时修建铁路时配套设备装置的照片 还用模型打造了当时修建巴达岭隧道时的情景 纪念馆在一层的井里面还展示了金章铁路的很多文物 包括自动车沟模型 通过楼梯来到纪念馆二层 二层一上来是金章铁路成功后 全国各地开始大力发展铁路事业 詹天佑先后主持修筑了川汉和粤汉铁路 1912年他还创办了广东中华工程师协会 为发展中国工学事业和培育人才做出了巨大贡献 1916年协会迁到了北京 纪念馆还展出了詹天佑做人 做官做事的一系列故事 纪念馆最后一章展出的是对詹天佑的缅怀 纪念馆还展出了如今的金章铁路发展情况 就是新建的金章铁路高铁情况 到这里参观就结束了 出口卖些火车玩具 整个参观时长在40分钟左右 推荐对詹天佑有兴趣或历史有兴趣的学生 65岁以上人士 性价比会比较合适 假如您觉得此攻略有帮助 麻烦您点赞 在评论区回复有用 铁路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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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 feature 铁路高铁路高铁路的左处